大家好,我是天天雪乒乓 前面的第12节课呢 小淼淼感觉她的进度不是很大 然后今天我们又到了第13节课了 我也想呢,其实我们小孩子呢 我带过那么五六岁的小孩子吧 那么四岁的小孩子 但是这三岁的小孩子我还是没有带过 这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尝试 然后呢,我带过四岁的小孩子 给我的感觉就是 她小孩呀,她要么就打不到 要打得到的时候呢 她就全不可以打得到了 我也希望有一天小淼淼一见 突然一天就可以打得到球了 她就有那种感觉就可以打得到球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 她的表现怎么样吧 小淼淼一见了 快来来来 接你 小淼淼二 快来来来来 看你前面 我先了呀 我先了呀 来来 我先了呀 我先了,追你了 这边接你 这边接你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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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站好 好 預備 收手 對 好 開始 1 2 1 好 這裡 1 2 1 對 1 2 1 2 1 先不要壓 對 1 2 對 1 對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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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不要打到我的手 你打到這裡就行 打到這裡 你看 好 就這裡 好吧 1 2 1 準備 1 1 壓太多了 1 壓太多了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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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1 2 2 1 1 2 1 2 2 2 这就站得好 就这 很好 慢点 打伤地压着 看好 压着 对 看去 不错 很好 脚边也有 站好 看去 打一 那是什么意思 一 二 对 这里有点 准备 看球 一 这个就来了 一 不错 看球 一 二 不错 一 二 一 二 下腰 一 嗯 很好 来 看好 对 对 开球 不能太多 好 开球 二 开了 一 二 一 开球 二 一 半 二 一 打哪里去了 二 一 我们在海上 二 一 看 站好 看好 一 二 成功了 是的 二 一 成功了 二 一 二 一 一 成功了 二 1 开球 2 肩膀 放手 开球 1 2 1 1 很棒 2 慢点 1 1 2 1 放上去 注意看1 1是这样 2 1 2 1 1 2 看球 打 打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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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 1 1 2 3 2 1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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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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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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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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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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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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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很多球都可以打上台了 有很多球都可以打上台了 这个而且还命中还挺高 只是呢现在动作还不是很规范 比如说还没有打到位 打球的时候没打到位 打到左眼睛前面他没有打到位 然后转腰呢还没有转起来 然后脚呢也不灵活 这就是我们以后 可能进 可能呢下一节课呢 我就要要求他呢打要打到位了 我们不仅要打到球 还要打到位 打到位 可能命中的位更高 然后那个球呢 他就是打出去的质量会更高 然后再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解决他的脚下的动作了